台語聽有無 每天報信書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阿信老師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 台語聽有無 但時間啊 逃逃進入秋天的未流 對呀 也要準備修行 這時 如果我們去到農村 會發現一大片一大片 金黃色的禪 啊 時代是很漂亮 論真來說 台灣如果看水 就是我們台灣最重要的牛逝 對我們台灣的農業 國鋒來說 都有很重要的地位 今天我們的台語聽有無 就要和觀眾朋友 來分享和台灣修行有關係的台語 當然了 台灣的修行 會受到企業的影響 越來越的地方 一年可以做越多次 修越多次 如果我們台灣的地方 一般來說 一年可以修兩次 第一次的修行叫做 炸檔 頂檔 發育叫做 一起到座 這個地方 保產和修行的時間 南北有些政策 越南部 天氣越熱 就越早保產 越早修行 如果靠外北部的地方 就會越晚 一般來說 早當是 這月到二月那些人來保產 五、六月那些 就聽好人修行 因為在六月修行 所以後人叫它是六月修行 這些修行 不是一般來說 一年的意思 是龍祖物修行一次 叫一修行 但早修行 頂檔修行 都免得稍微睡一段時間 第二季的地方 我們會叫做 穩修行 或是 問修行 萬修行 這保產和修行的時間 同樣是 藍白不一樣 那中部來說 大概是在 新歷的七月那些保產 種到差不多十月的時候 從我就開始 做鬼出水了 十一月中 十一月底 就聽好人修行 到立黨進展 差不多 從我都收拾了 所以說 立黨 產頭空 到正經管的時候 產臨就攔不住我了 但剛才說到 在我做鬼 這是台語特別的比喻 鬼是大肚子的意思 在我做鬼 是說在我 比心比眼神 不算動物大肚子 法醫把做鬼 請給做運稅 做鬼之後 就可以挑水出水 出水了 就當人灰 人灰 人灰 就是竹子 打開 那長長八八 小女的灰 對灰 裡面 村出來外面 靠風 來團佈 來佩正 佩正後的灰 水到球 在灰裡 灰 灰 再灰 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 一般來說 都是差不多再去十點灼油進行 過差不多半點鐘、一點鐘 咳 就又關起來了 這樣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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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色差不多一禮拜 人灰如果有成功 竹子就開始入獎 就是一粒一粒的切子 開始噴起 等到竹子八歲之後 它就會搞頭 就是我們說的 八歲的竹子 頭离离 這時 都面對可以開始準備 掛竹子的結石囉 我們說十點冷火 十點入獎 十點八歲 十點燒燒燒 就是你形容竹子 從開火到生熟的過程 如果竹子受了 民眾為了要感謝眾生命的保備 中頭的人就會造燈來做冬月戲 但冬月戲也叫做冰安戲 它基盤的時間是秋天的微粒 一直到年底都可以辦 冬月戲的這個冬 一樣是竹子修盛的意思 我們的冬月戲 是台灣民間 慶祝風修的大花冬 早前不然做戲 還要請親近朋友 做回來辦桌 倒流熱 有的地方 附近特徵頭輪流基盤冬月戲 大家輪流流 這是很多老伯在小時候 很好的回憶 各位觀眾朋友 在我的行動 是不是真有意思呢 今天我們的台語跳舞 就說到這裡 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把時間搞定 祝福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輝福 我們請客